提升实战技巧,把握获利机会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股团短线实战训练营 我是主讲人,团长 很多粉丝呢,在后台总是问我 到底应该寻找怎样的方法 才能判断顶部和底部呢 很多股民呢,苦于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导致经常做出错误的交易判断 所以呢,团长为了更好的提高大家短线交易的水平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两种 可以判断顶部和底部的K线组合 首先呢,我们讲一下K线的定义 K线呢,是由四个因素构成 分别是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 它分为阳线和阴线两种 一天的收盘价高于开盘价 就是我们所做的阳线 这也就是股价涨了 反之呢,就是阴线 转线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是反转形态的K线 这种K线组合呢,会给很强很强的反转信号 是帮助我们在交易中预判顶和底的重要标志 看懂它们,大家也就能实现买在底部 买在顶部的最好的这个理想状态 今天呢,我们讲两种反转形态 锤子线和上吊线 锤子线呢,指呢,是在一个相对底部 起到夯实作用的K线 也就是它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底部即将到来 此时就可以参与抄底了 上吊线呢,就是在顶部 将脖子高高吊起来的K线 听它的名字,大家也可能知道 肯定是不好的一面 它的出现呢,通常意味着一个顶部即将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指引了 这两条线呢,既可以用来分析大盘指数 也可以用来分析独立的个股 但是它们必须出现在一个 趋势的走势里才有意义 而不是单独的出现 什么叫趋势呢 就是呢,明显看到K线是向上发散 还是向下发散的 总之得有在有涨跌方向的行情里 如果是横盘的话 它也就没有太大意义 我们也是看不出反转信号的 这两条线的图形要点呢 是什么呢 首先 整个实体处于K线的上半部分 K线的实体是阴线还是阳线没有太大关系 不过 垂直线的实体呢 是一个阳线的话 底部信号会更明显 也就是在底部 它在上涨 所以说的阳线 而上吊线的实体是一个阴线的话 顶部信号更为明显 道理是相同的 第二 下引线的长度 一般要达到实体的1.5到2倍 也就是在盘中它的波动会很大 第三 在这个图形中最好是没有上引线的 也就是光头的K线 实际应用过程中有一点点也是可以 但不能太多 总之上引线要越短越好 下引线要越长越好 实体越小越好 那么说完了图形要点呢 我们再来看看垂直线和上吊线的意义 首先我们说上吊线 出现在上涨趋势中的上吊线 意味着多方的力量在开盘后遇到了蒙烈的打压 虽然在收盘阶段拉了回来 但如果实体还是阴线的话 那说明多挺多的力量已经很弱了 在实战中出现这种推线就要引起注意 可能已经是要到顶了 尤其是第二天开盘很弱的情况 我们就要有必要去考虑减仓或者清仓观望了 相应的出现在下跌趋势中的垂直线 意味着空方继续往下砸 但是没能在收盘的时候保持住砸盘的低点 反而被多头收回来了 尤其是实体还是个阳线的话 说明空头的力量已经很弱了 在实战过程中出现这种K线 也要引起注意 可能要到底了 尤其是第二天开盘继续很强 此时就可以考虑进场抄底 下面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2017年12月到2018年3月期间上证指数的走势 图中的第一个箭头的处就是一个垂直线 很标准 在指数一波调整下跌后 预示指数快见底了 第二天指数小阵仗 没有破前一天的低点 属于对底部的确认 接下来指数走了一波震荡反弹行情 我们在第二个箭头处是一个上吊线 指数经过一波上涨趋势 出现了这种K线 接下来两个交易日都没有突破这个高点 说明多方力量变弱了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见底 第四个交易日一根高开低走的大阴线 算是对顶部的确认 这个时候就要减仓观望了 第三个箭头处指数连续下跌 又是一个垂直线 也非常标准 当天就可以考虑低息 第二天指数一个确认的小阳线 实战中就更应该参与抄底 后面指数连续大涨 看完了指数的例子 我们再看一个个股的例子 2017年11月20日到2017年12月10日的龙胜石化 图中第一个箭头处就是一个上吊线 标志了一小波上升趋势的结束 接下来进入调整期 在实战中大家如果看到这种上吊线 就要考虑止盈 避开接下来的盘整 第二个箭头处是一个垂直线 标志着一波下降趋势的结束 这事儿就可以考虑抄底 这里需要再和大家强调一下 单根的K线作用是比较弱的 需要和其他K线组合交叉 来验证行情 比如看跌的上吊线 如果第二天是一个低开 那说明凡是前一天在开盘 或收盘附近买进去的 都有可能处于被套的状况 一开的缺口越大 里面资金 哥伦的欲望就越强 这样就很容易再收益更银线 那基本就能确定到底 接下来下跌的可能性很大 只是 看上吊线看跌的意义 才算最大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了 是如何用单根K线来判断顶和底 垂直线和上吊线分别是在下降过程中 代表底部和在上升过程中代表顶部 其图形结构 主要是 第一点是整个实体处于K线上半部分 K线实体是阴线阳线 没有太大关系 第二 下引线的长度一般要达到实体的1.5到2倍 三 在这个图形中的最好是没有上引线 也就是光头的K线 总之呢 上引线越展越好 下引线越长越好 实体越小越好 在实际交易操作中呢 也需要和其他K线组合来判断 和验证顶和底 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如何使用K线组合来判断 是上涨趋势还是下跌趋势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课后多多思考 把学习的内容运用到实战中去 感谢大家参与 好鼓团实战训练课程 大家多多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